大家好 这是我们农村早上六点钟 这个景色 今天感觉要下雨 昨天我们的鸭子不是到了吗 一早要先去看一下鸭子 还好 就是有三只漏下去了 温度还挺高的 来 活动一下 让我看一下 哎呦 这里一只 你怎么睡这 快点乖 起来 喝人水 喝 啊 起 两壶水喝掉了 这壶还没喝掉 还那壶没喝 看了一下鸭子啊 鸭子一切还好 里面比较弱的活 现在我们去换牛庄啊 把那边的牛庄换一下 然后再来给这些鸭子加料 今天给他开料了 走 这么大牛了还在喝呢 这头小公仔绳子断了 抓得到 试一下啊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 能抓到还好 不能抓到就让他 希望不要下去 下面那个中间有菜花 泡的比兔子还快 算了让他啊 让他 下次来绑他 转两头牛 估计是吧 还没看见那个情况 让他自由自在 帮我观察 忙完了啊 牛庄换好 现在我们把这里围一下啊 让鸭子出来吃掉 里面吃掉是吧 掉到地上浪费了 今天的温度 把它形成 虽然说 在下点雨 我们下雨 下雨 就出太阳的这个天气 阿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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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些傻傻的不知道出来 我们把饲料放在外面 让他们找到零食吃 然后都会干拌出来 来 现在还跟小皮孩一样 生姜 大蒜 鲜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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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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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两只 这一只 已经没气了 那一只 还有一点呼吸 可以觉得也没有 现在目前三只不行 三只 一记上 小时候多烧热是吧 这么多 这个有点起弱的 慢慢吃 今天浇上料了 明天就又不同了 他直接会冲压冲过来 慢慢吃 反正今天没啥事 就在这边观察你